我一直都覺得 人生有很多東西可以讓我揮霍 錢 機會 緣分 感情和時間 一輩子流流長 我不明白 為什麼其他人 要這麼急忙做好所有事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為追逐名利 而忘記自己 為沒有回報的付出 繼續付出 為過去的遺憾 僅僅於懷 為生活 而形形逆逆 為搖擺不定 充滿苦劫的愛情 而痛苦 傷心 為所謂的人生理想 而堅持 我以為 人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追求的事 似乎我想要的 一早已經在我身邊 曾經聽人說過 習慣做一件事 會忘記了那件事原來的意義 習慣和一個人一起 會忽略了那個人的好 但原來 所有我認為理所當然的人和事 都會有可能在我手中流走 不是好多東西 可以好像神愛世人那麼偉大 無條件 無需要付出 我想 我開始明白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盡力地愛 努力地生活 因為一生 其實 並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長 好多人都是這樣 得不到才醒覺 要捉緊 失去了 才記得 要珍惜 好可惜 有些事 是會來不及的 遺憾 是在於未曾嘗試過 就失去 在於未來 願意今生 若定他生 再擁抱 願意今生 若定他生 再擁抱 難免 佩服 救命 二位 人 都 飢餓 三位 船 碗 石 威 罪 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